晚上好方块哥 那些僵尸不会减弱攻势吧 你会注意到和僵尸作战在夜间不同于白天之处 首先你不能从天上得到阳光 但你仍可以通过向日葵来获得阳光 并且你很幸运你得到了小烹雾 尽可能的多种这些蘑菇吧 你会挺过去的 好我们现在进入了第二章 是在一个夜晚的蘑菇空间 免费送给了我们一个小烹菇 在晚上的时候是不会产生阳光的 所以我们这关怎么来玩呢 我们就给大家来一个全小烹菇关 我们随便带一些植物 当然我们都不用 我们全小烹菇 是的 开始 好小烹菇它有一个攻击距离的问题 另外有一个重新回复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提前的做 提前的种 尽可能多的早种一些 第一只僵尸出现了 我们来看一下 正好出现在第一行 我们刚才这个小烹菇对付它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开始 来 吐 这个 这个不能叫火球吧 毒球是吧 这个这关还出现了墓碑 但是墓碑是不是一会儿会刷出怪物 我们还不太清楚 这是一个旅行版本的魔改的植物 单人僵尸 所有的植物都变成了3D的样子 所以看起来更加的可爱 好 第二只僵尸搞定 这关的天上貌似也不会给我们阳光 这 纯小烹菇关 你敢想吗 继续 现在梅行接近于两个 又出现了一个 好 现在梅行两个小烹菇 搞定这些僵尸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这关都是普通僵尸 出现了一个独暴僵尸 一会儿给大家演示一下独暴僵尸的一个特殊之处 我们首先使用小烹菇在打它的报纸 报纸在打破的时候 独暴僵尸会疯狂起来 然后它的移动速度会加快 然后它的暴覆的狠度也会增加 但是它还是一个普通僵尸 我们还得到了一个赚钱的能力 同时又出现了第二个独暴僵尸 瞅他眼镜戴的都完全歪了 好 他又开始要疯狂了 哎呀 开始要咬我们了 他连这个裤子都没有穿上 穿着短裤就出来了 接下来刷出来的都是普通的僵尸 这就比较好对付了 继续 纯小烹菇管 爽 又出现一个独暴僵尸 还得到了第二个硬币 继续 独暴僵尸又疯狂起来 眼睛都红了 眼镜也歪了 哎呀 他竟然啃掉了我们第一个小烹菇 哇 很厉害 小烹菇的一个缺点就是耐久度比较差 所以这关我说纯小烹菇 一点也不吹牛吧 好 接下来是最后一波僵尸攻击 也是最大一波的 我们来再放这个小烹菇 现在一共有20个小烹菇 一个狙击僵尸出现了 我就说吧 这个墓碑一定会刷怪的 最后一波才开始刷怪 我们连这个坚果墙我们也不放了 这关纯粹用小烹菇 小烹菇既可以抵御 又可以做这个主动的攻击 你吃了我小烹菇 我也不需要钱嘛 对吧 所以恢复起来也非常的快 又得到一个硬币 一关得到了30块 还可以吗 还剩下最后两只僵尸 好搞定 得到了一个全新的植物 这个貌似是一个阳光谷是吧 阳光谷开始提供少量的阳光 一段时间后提供正常量的阳光